哈喽大家好,我是容儿,欢迎来到动漫推荐系列 今年4月可以说是神作云集,尤其是恋爱番,几乎可以说是完美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4月我强力推荐的四部恋爱动漫吧 我内心的糟糕念头,有着重度中二病的阴沉少年男主 因为看不惯位于学校金字塔顶端的美少女女主 每天都在妄想着要怎么结束掉她的性命 没想到,在这偶然的情况下,撞见了女主不为人知的一面 爱吃零食的她,常躲进图书馆偷吃零食 就这样,图书馆变成了他们两个的秘密基地 有着吉他对比的两人,展开了青涩的校园恋爱喜剧 这是我心中4月最棒的恋爱番,她勾勒出让人向往的校园恋爱 呼声情愫,但不知道对方心意的男女生之间 就应该是充满试探,有层次的 男女主从未有一声喜欢,却有着莫名的默契 回弯抹角的表露好感,但又怕是异乡情愿 慢慢在试探中拉近彼此的距离 特别是男主偶尔会对女主产生一些大胆的妄想 但独处时只要稍有肢体接触,却会害羞地收不出话来 再加上由制作过高木同学的公司来制作 是4月不可错过的恋爱番 不知情的转学生不管三七二十一缠了上来 如标题所见,讲述毫不知情的转学生男主 遇到被调侃如同死神的女主 逐渐帮助女主铲开心扉解交朋友的故事 古时一开始,是女主一直不断遭受排挤 面临着校园霸凌 在学校,不要说是朋友了 根本没有能够正常沟通的同学 同学一见面,要么就是戏承死神 要么就是说出,要被死神诅咒了的话语 甚至家里人问道 在学校有没有要好的朋友的时候 女主只能对此撒谎 不希望家里的人担心 这种看似小孩子小杂小闹的话语 不断的影响女主 认为谁要是靠近他,谁就会变得不幸 而这时,我们的转学生男主便出现了 对于女主的外号死神 男主对此回应是 觉得好帅啊 几乎所有人见面都会说屏障 因为屏障能让死神的诅咒无效化 男主则表示,为什么我要对你使用屏障呢 屏障是对敌人展开的吧 那我就没必要使用啊 因为我们是朋友啊 真诚不会是永远的必杀技 看似简约的画风 但男主仅凭一击,就把女主和我彻底拿下了 那种全世界都拼了命的排击你 不知不觉的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 口中的霸凌对象 唯有男主像阳光一样 温暖着半只脚踏入黑暗的你 永远给予你动力 不得不说,真的是太棒了 跟其他四月翻相比 这部知名度不高 台湾甚至没有代理 但一部分的人气跟好看与否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所以话不多说 赶快来看看这部治愈人心的恋爱翻吧 和山田谈场拉口999的恋爱 讲述的女主木质夏茜 在游戏中邂逅了一位游戏宅山田 现实中是个比自己小几岁的男生 从网友到朋友到恋人的故事 其中,山田起初性格冰冷 是个沉迷游戏的钢铁直男 小茜则是个有着满满的少女心 呆萌可爱却不是姐姐气质的女生 两人的感情进展 属于起飞缓慢 升空后全程高速 甜度直冲999 是一部高堂的纯爱翻 放学后失眠的你 故事中的男主名叫忠建婉太 正值青春年少的他 却每晚都会因莫名的原因 而无法入睡 每一个对茶人来说 稀松平常的夜晚 对他而言 甚至能眼睁睁等待着 黎明降临的痛苦折磨 虽然知道这样子不正常 可是即便向好友倾诉 对方也很难理解自己的感受 因缘机会下 在天文台的纸箱里发现了女主娶一笑 得知娶与自己一样得了失眠 另外有着相似的经历 初次见面的两人聊几天来显得无比自然 安静的天文台让睡眠不足的两人犯起了困意 不知不觉依靠在一起睡着了 醒来后来两人惊讶地发现 自己身上的疲惫已经一扫而空 和娶在一起 自己居然能非常安心地入睡 而对方似乎也有着相同的感受 与其他校园恋爱翻相比 放学后失眠的你 注定很难成为热门 由于她的题材小众 用失眠与摄影推动剧情的发展 气候缓慢 给人一种安静讲故事的感觉 能力组在一起的时候 很少会有无脑的贴贴桥段 更多的是 两人一起为了守护他们的天文铺 而共同努力的故事 所以 对于这个翻 如果您对上电波的话 你肯定会非常喜欢 主角之间的相处模式也是非常舒服 故事中 男女主都有严重的失眠症 策略的失眠让他们的心理充满着不安与焦虑 导致他们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 会不自觉地隐藏自己内心的不安 在天文台两人独处的小世界里 他们可以毫无压力地向对方倾吐自己的心事 在对方身上寻求慰藉 通过两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 有时理解不一定是要言语地表达 也可以是一个简单的拥抱 一段安静的共处或是一场只为对方准备的直播 稍微剧透一下 第七集的深夜直播实在是太浪漫了 看到我半夜在床上疯狂打滚 这绝对是近几年恋爱番礼 我见过最有细腻的桥段了 以上就是影片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种动漫推荐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 分享给身边喜欢动漫的朋友 我是荣二 我们下期再见